現在坊間有很多素食業者 以玩具來吸引很多小朋友來買東西 也因此成功拉抬了兒童餐的買器 不過呢 卻因此被指為說是兒童們肥胖的元兇之一 其中的商業算計 還有健康概念的衝突 請看接下來深入的報導 我們是最沒有能力去抵抗那種廣告的誘惑 那父母也懶得吵 就是不過就一頓飯嘛 就帶他去吃嘛 我們就怕蛋頭先生整個下個魂飛魄散 不論是機器人 卡通玩偶還是聲控公仔 玩具一向是小朋友的最愛 種類花樣之多 當人瞠目結舌 一看到喜歡的卡通人物出場 顧不得一旁的爸爸媽媽 小朋友興奮大叫 開心的跳起舞來 讓人見識到玩具和卡通明星 對小孩的超強魅力 看準小朋友喜愛卡通玩具的心態 素食業者總是在點餐居 最醒目的地方 擺上玩具吸引小孩點兒童餐 但標榜Happy Male的兒童餐 卻讓部分家長一點也happy不起來 這些素食餐點附贈的玩具精緻漂亮 讓孩子們愛不釋手 但這些玩具公仔安全嗎 那首先把銅線燒紅 現在它已經燒紅了 那這個我們要測的玩具 我們來噴它一下 然後再回來 好 大家看到有沒有綠色的火焰 我們再看一次 把燒紅銅線觸碰一下玩具 如果有塑化劑成分 如火馬上會變成綠色 裡面可能會添加了一些就是塑化劑 那最多的一種就是 菱粉二甲酸質類DHP 那另外呢可能就是它的 因為外表都是五顏六色 那這顏料裡面可能有一些鉛的含量 造成一些生殖方面的問題 而且它可能還會造成肝跟肺的傷害 即使如此 玩具對小孩真的有致命的吸引力 兒童餐一旦沒有玩具 就像套餐沒了薯條 東西吃起來總少了那麼一點味道 你調的 你調的 媽媽 你沒事吧 你沒事的老闆 老闆 雞體貓 軌道車 海盜船 火影忍者 兩瓶不到的玩具間 不斷傳來機械齒輪轉動的聲音 因為他不太愛吃啊 所以就給他 給他有玩具 他就願意去吃 賣香腦澡 去吃兒童餐 所以一個禮拜去 一次或兩次 原來這些玩具 都是吃兒童餐的戰利品 活潑好動的成心 從小就對吃飯興趣缺缺 好說歹說不吃就是不吃 媽媽後來發現送玩具 可以讓成心張口吃飯 尤其卡通造型的兒童餐玩具 最受小朋友青睞 也能順便讓小孩填飽肚子 先玩後吃食物會變好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素食業者 他會附玩具旁邊有遊樂設施 東西的口味呢重要性不高 可是呢 今天因為因著有好玩的東西 所以好玩的東西 那個東西本身就會變好吃了 這對於兒童來講 他是沒辦法拒絕玩具 進而引發去吃一些素食 那尤其不妥的是什麼呀 送一些系列的玩具 他一組五個十個 你非要擠滿 那擠滿的話消費者呢 他非得吃個五湯十湯不可 為什麼不直接買玩具就好 讓他吃正餐 可是如果你單買玩具 就像如果單買玩具就比較貴 就39塊嘛 那如果你配餐的話 玩具又比較便宜 所以當然就是又有得吃又有得玩 那比較划算 沒有麥當勞囉 最喜歡麥當勞嗎 陳欣現在餐餐得要有玩具相伴 才肯乖乖坐在餐桌前 一旦停送玩具 又會開始撒嬌或發脾氣 把媽媽搞得筋疲力竭 那你怎麼姐姐呢 那就買啊 因為媽媽自己也喜歡買 那你就不怕慢性疾病上升嗎 我從小吃到現在 應該也還好我也不曉得 對 以後再說 小姐你的兒童餐好了喔 玩具一向是素食業者 重要的行銷工具 隨餐贈送玩具 能吸引兒童消費 跟著加入收藏玩具的行列 不過也有數十業者逆向思考 決定停送兒童餐玩具 那我們也發現有很多消費者家裡 其實已經很多玩具了 那所以我們才會決定說 站在環保 還有就是為這個消費者的 這個荷包著想 玩具拉抬了兒童餐買氣 讓小孩在玩樂氣氛中用餐 決定停送玩具也引起大家一陣討論 說贊成停送玩具嗎 應該不是很贊成 因為這樣常少了一個玩具 然後就堆在家裡 就站那種灰塵 然後就很少 所以我還是丟掉了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環保 對社會大眾來講都比較OK啦 大一點 右腳 圓滾滾 肥嘟嘟的小朋友 越來越多 看起來很可愛 根據董事基金會的調查 有近三成的學童 每個月光顧數十店四到五次 造成台灣小胖人口實現上升 難怪這裡有好多人 胸前都別了一塊胸章 上頭寫著減肥中 現在的國小學童 男童有三成是過中或肥胖 女童有四分之一 肥胖上升的速度 跟歐美的國家是很接近的 雖然我們看起來 表現上比較玲瓏 但事實上上升的速度 是非常的快 啊 好好吃喔 大口咬著漢堡 嘴邊沾滿沙拉醬 只不過在享受漢堡 薯條 可樂和炸雞的同時 也把高鹽 高糖 高熱量的食物吃下肚 年紀輕輕 健康就提早拉緊抱 像吃 喝可樂 它能給我們什麼營養素嗎 沒有啊 就只有糖而已 薯條的話 它的主食類 就是馬鈴薯的量又不是那麼的多 但是它剩下來的都是油 那油吃下去的話 它只會讓我們發胖而已 肥胖的小朋友 即便是在國中的時候 它代謝症候群的發生的機會 是正常小朋友的20倍 我們最近可以看到很多的 將近20歲或者18歲 19歲 他血壓很高了 開始吃高血壓的藥物 甚至有一些在青少年的時候 就發生已經糖尿病了 這個糖尿病它提早了 將近10到20年的發生 造型可愛 色彩新鮮的玩具 吸引小朋友點素食餐 雖然營造好心情 促進食慾 但素食餐吃多了 可是會上癮 而且年紀越小 效應越強 吃這個食品讓我們的 飽食中樞的豆排瘟 受到破壞 所以我們要吃更多的 這個垃圾食物 才能有 才有足夠的訊息 讓我們的飽食中樞停止 所以不管喝含糖飲料也好 吃這個垃圾食品也好 會上癮 那含糖飲如果不喝的話 那上癮的那個 有點像那個毒癮一樣 會心神不離 注意力不能集中 可能也不能睡好覺 素食越吃越上癮 台灣孩童肥胖比率 也跟著年齡逐步高升 但我們可以說 這是素食業者的責任嗎 不要說那是別人做的 不是他做的 應該是說你賣的東西 就是高油脂的 就是肥胖的成因 只是你占的比例多少而已 用這樣的模式去反駁他 我想他就牙口無言了 不論是人物或是動物造型 模樣鬥趣的玩具 讓小孩忍不住觸摸啃咬 除了安全性有疑慮 兒童餐玩具的實用性 也常遭受到質疑 他比較沒有什麼玩法 就是一個公仔 就是放著而已 所以對小朋友講很難刺激 他有什麼發展 你平常選購的話 就是比較著重操作性的 那你覺得像素食的兒童餐的玩具 算得上你剛才講的那些嗎 應該不算 就是純粹可愛 這是買兒童餐附贈的卡通公仔 模樣可愛最受小朋友歡迎 只是沒想到從公仔身上 卻傳來挑釁的粗話 兒童餐玩具教育功能不足 一旦退流行 每年這些塑膠材質玩具 丟棄的數量可能超乎你我的想像 那不好的呢 就人條垃圾桶 壞掉了就壞掉了 如果說你把它丟到垃圾桶 那肯定它是會到風化爐 因為我們現在的垃圾桶 國家垃圾桶也是以放化爐為主 那PVC這種東西 它是一個含氯的 具含氯的營激化爐 所以它燃燒以後就會產生代曜性 那麼兒童餐玩具不認到垃圾桶 能拿去哪裡 公辦民營的玩具回收場 每天都要處理來自各界的玩具捐贈 雖然兒童餐玩具做得精緻 聲光效果一流 卻是玩具回收的拒絕往來戶 因為光線它這樣一閃一閃 有時候你不知道它亮度多大 那很容易刺激到小朋友眼睛 那另外聲音的話 有時候玩具你很難控制它大小聲 那太大聲的話小朋友會被嚇到 所以這個龍毛的話 是害怕小朋友會過敏 而且清潔不方便 那像這個的話是 它有些零件萬一掉了 小朋友吃到嘴巴會危險 所以這裡比較不適合 素食店以玩具引誘孩童購買兒童餐 製造出越來越多的小胖子 和玩具垃圾 已經有立委要求政府修法 禁止業者以玩具推銷餐點 但除了禁送玩具 還有其他保護小朋友健康的做法嗎 哈囉 我們準備要上網囉 走吧 走吧 大口咬著漢堡 小小的臉龐露出滿足的微笑 大塊朵衣的同時 家長和小朋友卻忽略了 一個漢堡熱量高達300到500卡 中包薯條熱量也有330到360卡 為了讓消費者節制熱量的攝取 從8月開始台北線強制速食商品必須標示營養和熱量 響應的速食業者一共8家 但有人關心也有人沒信心 我覺得大人可能很OK 可是小孩子實在太難 小孩子是不會管卡路里的 而且他對於健康這件事情會營養在健康 太抽象了 營養這件事情對他才抽象 眼前就是好玩 好看 小朋友愛看電視 一看到廣告裡頭的偶像明星和美味漢堡 難免也會想跟著吃 衛生署已經提案要管制這類速食廣告的播出 包括美國 加拿大 英國 瑞典 許多的歐洲國家以及紐澳 都已經規範限制在兒童節目 或兒童頻道當中來播送垃圾食物的廣告 在亞洲的南韓也已經確定要推動 所以我想台灣在這方面也確實有這樣的需要 目前現金國家的做法 是對於高脂 高鹽 高糖的食物來加以限制 這些我們都會納入參考 降低小朋友看這些不良的廣告跟節目 或是說少看電視是基本上 父母親或許可以做到的部分 少看電視 強制營養標示 兒童餐不再附贈玩具 或許只能降低小朋友吃速食的頻率 但家長若不肯花心思為小孩準備餐點 只想藉由玩具讓小孩乖乖用餐 兒童肥胖或飲食不均的問題還是會存在 而建一 ail 小孩就意在爬外 見到我們此下 大陸一奈 大陸一奈